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母体变异数笔的一个信赖区间 这个题目是交大管科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X跟Y是 Length of State Minion in a Department Store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X指的是 男生跟女生的这个顾客 他在这个百货公司所停留的时间 那么假设这个停留时间叫做X 这是女生的 是符合常态分配 Y也是符合常态分配 那么现在我们的样本数是 N有10个 X bar 51.06 变异数是384 M这是指的是样本数的话 一样10 Y bar是男生所留在那个 百货公司所停留的时间 他的变异数是256 那么现在他要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来说就是1-α的 2-side interval estimator of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母体变异数比的一个信赖区间 那么我们还是惯用的做法 就是写出了他的P 来 怎么做呢 当然是F值 F值这个地方是α 所以我们怎么做 这边就是2分之α 左边是1-2分之α 那么他的自由度是9 这边是10 这边是10 所以是99 小于我们的做法一样的 这边是S X的平方 乘上Sigma 这边就是变成了Y平方 这是SY的平方 那么就乘上Sigma X的平方 这是我们做了一个颠倒的动作 它将会夹在哪里呢 另外一个F值是2分之α 99 这个所形成的几率 是等于多少呢 会等于1-α 这边是100%乘上1-α 再乘上percentage 这边可以对销 它意思就这样子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题的答案 问题是 他要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还要再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的是SX SY的平方 这前面的不要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当然还要颠倒 因为这个地方是颠倒的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SX的平方 比上SY的平方 再乘上 这边要颠倒过来了 要乘到这边来 这边是F 20分之α 这边是99 S的部分乘过去了 那就剩下的就是 SX的平方 SY的平方 这边要乘过来 这边移过来 那就是 1减掉2分之α 99 这边是等于 1减掉α 所以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题目的答案 问题是 这是这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看看第二个 这是这就是所谓的 confidence interval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 95% 既然是95%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值 F值就可以计算了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看看 直接就写出来了 95% 我们就直接写答案了 SX的平方是多少 384 SY的平方 256 这个值 F2分之α 就是这边要改成的是 0.05 α就是0.05的话 那2分之α 就0.025 我们把这个F的表 要叫出来 99的位置 是这个值 4.0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要用的是 4.03 那这边我们就 中间的就不要写了 我们就当做是一个 interval 就是区间的写法 右边的部分是 384 除以256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这边 导数 我们再颠倒过去 这边就是2分之α 这边1减2分之α 不要了 就2分之α 也就是0.025 99 因为颠倒了 还是99 所以这边就直接写 4.03 来我们算一下 答案是多少 我们的信赖区间 来我们计算一下 384除以256 然后再除一个 4.03 这样算出来是 0.3722 右边的部分是 乘上4.03 所以是 这个答案 就是我们第二题的答案 它的估计值 在哪里 在0.3722 到6.045之间 这是95%的信赖区间 2.0322